山东鲁能客场 对山园体育馆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比赛 全赛中带领河北八州海人俱乐部 是获得了龙 包括张继科都是互有胜负 打第二场和第四场 所以等一会儿呢 在第三场双打之后 云台山碑 17岁以下的比赛的冠军小将 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比赛中战胜 是赫 3比2胜了马龙 然后呢是许瑞峰 3比0胜了许瑞峰 所以他是五战五胜 再加上今天许新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尤其是和天津的这个渤海银行的 赢了雷振华 就波海银行天津的雷振华 步伐很好 技术动作非常娴熟 这个运动员呢也是今后中国的一个很有希望的新兴 目前他担当的是山东总装的第二组 这样第一盘的稍后我们来看第二局 那许新是左手直板 漂亮 中国平常联赛 所以最老一点的运动员 一般的都采取干扰 在节奏上 一共的男子八个俱乐部 女子八个俱乐部 需要强力的侧身 尽可能的 大家看 它得整个侧身 侧到 方伯有机会 挑落许新 如果这样的话 那时候方伯 还只是一个 没有知名度的一个小孩 这个变化也不过是几年的世纪 很难发挥出的正手的大威力 漂亮 现在您看到的是在兰州 北方的重镇兰州 希望使更多的人通过国球 能够身体健康精神快乐 正在准备拿第二份 这就是 四十鼎赛的冠军的团体成员 奥运会 2012年伦敦奥运会 第三局 我们看到方伯 所有年轻选手 在十比六 前三板方伯都相对比较适应 不怕 现在二比零领先 可是打成了一比一 这在刚才那一局的时候 方伯是十比六领先 被提醒一个 拧住许新的反手 不让他侧身 来短 直接上手了 比较雕 但是他不怕 大家看这个球 封得非常好 而且是反拉 我怕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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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 许新又拿回发球 漂亮 拉起来 靠调,弧弦拉起来 又在落后两分的情况,又犯败为胜 看来是经验很丰富 这样许欣2比1领先,稍后看第四局 许欣、方博 两个月年差两岁 方博20岁,许欣22岁 在第2局的时候 10比6领先,反而被许欣翻盘 郑州的蓝园体育馆 进行的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第四轮的比赛 进行的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第四轮的比赛 和王丽琴进行了比赛 结果张立科3比1战胜王丽琴 为 很重要就是把比赛的时间尽量控制在短 就在两个小时左右 而第五盘的绝胜盘也采取三升 半高抛球 高调弧线 谁会排在第一位 这样节奏就改变了 而方博没有适应好这个节奏 就是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抓住 张立科战胜王丽琴 漂亮 这样许欣是以11比6取得了第四局比赛胜利 从而以3比1 双方呢就是打成了1比1 稍后进行第三盘的双打股赛 我们稍后见